我进宫那年 先帝刚刚驾崩 太子招训的礼仪我还没来得及学完 就摇身一变 成了皇帝的修仪 得 又得重新学 当时采选的时候 父亲拉着我说了很久的话 他说 闺女 别怪父亲把你送到宫里 女儿的终身大事是当父亲最操心的事情 父亲见过那么多的人 只有当今地下最让为父放心的 他是世间最好的男子 你嫁给他不会受苦的 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点点头 我长于世家 学的是归中礼仪 听的是儒家之教 婚姻是人生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是不会提出任何意义的 但这并不代表 我会和父亲一样 认同他是个好男子 登基三年 他来后宫的次数一直保持着绝好的规律 一次来一日 一次等半年 我掰着指头算了算 三年了 我只见过他三次 另外有三次没能相见 是因为有一次我染了风寒 只能提前向他身边的换人张三禀报 让他折返 另外两次 据说是前朝硬把他推进后宫 不得已之下 他只能去了皇后那里向臣子们交差 随我一同入宫 从小侍奉我的丫鬟 替我抱不平 说父亲一定是瞎了眼 才把他这颗鱼眼珠子当成欲一样供者 竟然舍得送自己的亲闺女到皇宫里守活寡 可我能怎么办 来都来了 宫里有些姐妹 皇后 贵妃 德妃 李昭仪 她们汇聚在一起推排酒 吃好吃的 玩兴起好玩的 甚至还会琢磨着怎么赚点外快 我也想和他们一起玩 但他们很少带我 没什么别的原因 主要还是聊不来 而且 我还有个齿鱼同旁人说的爱好 唱歌 江南小曲 楚地传歌 北湖民谣 我都会唱 只是先帝年间 他沉緬歌舞 轻信小人 扰得城巢大乱 于是 人们就将万恶之源 则在了歌舞曲艺的身上 民间游慎 非见即不学曲艺 而我也不过是在少女时捡了一耳朵 便渐渐爱上了 不能唱于人听 那我就搬许多的花 偷偷唱给他们听 反正他们也不会说出去 宫里日子无趣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打发的 左右我的宫事离他们远得很 有时候唱累了 我也会捡起归中时学过的女工 绣花 绣朵 绣帕子 绣荷包 后来我宫里人人都有我的绣品了 多的也没地方放了 只好打发了人 送到义士殿去 给那个一百年都不知道自己有个后宫的狗男人送过去 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 突然有一天 他来了 虽然我觉得他是磕鱼眼睛 但是架不住他是个鼎鼎好看的鱼眼睛 他就那样沉静地站在宫门口望着我 让猛然止住歌声的我格外紧张 完蛋了 让他听到了 他会不会跟别人一样 我看着他 他没有表情 冷得像块木头 呆得像块冰 这让我顿时着急了 我说了很多碎碎念的话 试图通过嘘寒问暖 让他忘掉刚刚的事情 尴尬透了 他还不理我 除了点头 他什么表示都不给我 是死 是活 你能不能给个准信 我差点急哭了 揉搓着衣袖 想方设法地揪着他讲话 他还是木然地点头 就是不理 身旁的幻人张三大约看出了我的窘迫 接连提醒了我好几次 让我不要继续说了 给个位置让他休息一下 于是我忙慌慌地给他铺好床榻 让他躺了上去 合眼之前 他对我说 等一会 朕醒了 醒了 就 我还在摒弃宁神地想要听他说完 结果细细地憨声就响了起来 我 茫然 无措 心疼地想要报警我自己 我感觉自己做什么事都不对 只想蒙在被子里 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人 还好张三听见憨声就进来了 他看着无助的我 匆匆行了个礼 而后轻手轻脚地替他下了慢掌 燃了心香 我求助地看向张三 他倒没什么反应 冲我行了个礼说 修姨娘娘 陛下已经睡着了 您是伺候着还是要去片殿休息一会 我想了想 听从了张三的建议 非也是地逃了 我一直在片殿躲到晚膳时分 张三不知道怎么了 也不来叫我 而他还在正殿里 好像没有要走的意思 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 紧张 慌乱 这就是传言中帝王之心深不可测吗 我当时害怕极了 可偏偏肚子还不争气 咕咕唧唧地就叫了起来 为了不被饿死 我把脸一抹 抱着犹如壮士赴死一般的决心 走了出去 此时 张三歪坐在郎柱边 张嘴睡得香甜 哈喇子都留了一地 我 皇帝身边的工人 都这么随便的吗 这跟我想好的严肃场景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于是 我小心翼翼地推了推张三 哪里知道他竟然瞬间就跳了起来 红着双眼 哑了嗓子跪在我面前 道 臣该死 他吓到了 我也吓到了 连忙搀扶他 是我 他一见是我 不是皇帝 顿时松了口气 而后仍恢复恭恭敬敬的模样 问我需要他做些什么 我揉着肚子 戚戚爱爱地对他说 中官 我饿 张三一听 连忙吩咐人备了膳食 然后示意我将晚饭送到正殿里去 毕竟 陛下也还没吃 我进了正殿 陛下还躺着 好像一直保持这个姿势没有动过 这让我的心都揪了起来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又小心翼翼地来到他床边 再小心翼翼地推了他两下 一下 一下 没动静 两下 还是没动静 三下推中了点 人晃了晃 还是没动静 我当时就慌了神 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张三见我冲出来 更是震惊 迎上前来就问 修姨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 我指着里面 话都说不利索 我我我 他他他 陛 陛下好 好像 驾驾驾 崩 这次轮到张三连滚带爬地冲进去了 我看他跌在地上的模样 估计和我一样 吓得腿都软了 他哆哆嗦嗦地爬到陛下的床榻边上 掀起帘子 哆哆嗦嗦地把手探到他的鼻下 片刻之后 他如释重负 摊在一旁 好一会儿才爬起来 他把我拽了出去 喘云了气对我说 陛下没事 就是两三天 统共二三十个时辰 没怎么合眼 累极了 睡得太死罢了 要是我实在饿得不行 先吃也没事 陛下不会怪罪的 我被这么一痛下 泪眼婆娑地 哪里还知道饿 于是乖巧地摇头表示 我要等陛下一起吃 张三大敌也是被我感动到了 点头答应 但事实证明 我很快就得后悔 我从天刚擦黑的时候 一直等到月上柳梢 里面的陛下仍旧没一丝动静 要不是刚刚张三探过 我真觉得他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我承认 我熬不住了 我偷偷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 左家一口 又挖一勺 试图通过吃好几样菜来蒙蔽我没有吃过的事实 哥 等我反应过来时 面前就剩一堆残羹了 我都做了什么 哭了 我大概要进冷宫了 这辈子都出不来的那种 我一边抹眼泪 一边擦嘴 不一会儿的功夫 张三就进来了 他看着眼前的残羹剩饭愣了愣 然后问我为什么哭 我说 我不守规矩 抢在陛下前面吃完了东西 他醒了 肯定要狠狠罚我的 张三笑了 连连摆手说没事 谁不知道陛下最好说话了 他进来就是想要告诉我 别等了 让我赶紧吃 毕竟谁也不知道陛下这一觉得到什么时候 我抽抽搭搭地止住眼泪 还很不争气地打了个嗝 我问他 真的 张三点头 真的 他还劝我说 这么晚了 得赶紧洗漱 而后 上床睡觉去 可就一张床 轮到张三傻眼了 他说 我是陛下的修仪 难道还要跟陛下分床睡吗 我拗不过他 毕竟御前的礼仪 皇帝的性子谁还能比他更懂 于是在丫鬟们的伺候下 我钻进了陛下的一半被窝 为什么是一半呢 因为我不敢扯 晾了半边身子在外头 小心翼翼地拳着 终于 他动了 大概是我的到来惊醒了他 他侧了个身 面朝向我侧卧着 那张脸 就这么正正地对折我 我害怕极了 摒弃宁神了半刻钟的时间 就怕他突然一个睁眼 但他没有 他不动 我不动 我打算他一动 我就先滚下去 先发致人 让他骂不了我 我等啊等等啊等 都等麻了 是真麻了 半边身子都僵了 他还是没醒 他可真能睡 于是 我抱了侥幸心理 尝试动弹 许是冷风灌尽被子惊动了他 他突然抬了手 一把将我揽进了怀中 他好像仍旧睡得很沉 只是手碰到我被晾凉的半截身子时 仿佛下意识地帮我掖了掖被子 而后往里挪了挪 将我搂得更紧了些 我并不知道他做这些事情时 究竟是清醒 还是沉睡的 只是觉得他怀抱温暖地让人舍不得离开 那样近的距离 他的气息 他的心跳 就这样真真切切地被我感受着 灼热却不令人畏惧 我小心翼翼地为他爷爷掀起的背脚 免得他受凉 然后乖巧地窝在了他的怀里 那一晚上 我胡思乱想了很久 才睡着 他的气息与我的气息交缠 我的心跳与他的心跳分离又重叠 万幸 没有人见着我红得发烫的脸 次日醒来时 已经天光大亮 我从床榻上猛地弹坐起来 一摸身旁 早就没有了任何温度 一想到我连他早巢都没有起来伺候 我就慌乱得不得了 舅舅舅 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走了吗 没有伺候他洗漱 会责怪我吗 丫鬟们进来了 见着我一脸的喜气洋洋 他们说 陛下老早就去上朝了 临走前特意叮嘱 不要叫醒我 还说 现在外头都是我与陛下的美谈 他们拟推我嗓 说得羞羞答答 说我和陛下颠缆捣缝一整夜 才让陛下神清气爽地去上了朝 我 这都什么跟什么 反正我是没脸见人了 我躲在被子里好几天 也没听见斥责的旨意下来 如此 反倒是让我开始懊恼 难道他就这样把我忘记了 下次再见面 恐怕又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了吧 不知怎么的 这次我难得地失落了 或许是为了防止他再次突袭 又或许是担忧他对我责罚 亦或许是对他的好奇 我开始派人偷偷打听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回来的人都说 他呀 没进后宫 又泡在议事殿呢 我纳闷 又泡议事殿 真有那么多的事儿 有啊 回来的人说 陛下可忙了 只要呈上来的折子 他都事无巨细地去批阅 小到周府县衙地上来要杀人的事 大到与他国建交 对了 还有 他还在见人 见人 见什么人 见对成朝有用的人 我一拍手 懂了 惊天伟地之才 来人拼命摇头 纠正我说 错了错了 陛下见的不止这些人 我纳闷 除了这些人 还有什么人值得见吗 来人开始掰着指头对我说 会种地的 会栽树的 会经商的 会治水的 会打铁的 直到全国粮价 会分辨矿地的 擅长断岸的 能说的会到的 只有我想不到的 没有它不见的 我听者都愣了 越发地好奇 他见这些人都是做什么呢 来人说 他是要种出好稻子 让百姓不挨饿 要栽出果实丰满的树木 让百姓不受穷 要让东边的东西流通到西边 让西边的东西流到北边 它要让人们有鱼粮 以后再也不必忍饥挨饿 要让水患防患于未然 还要找出山水间的矿产 让大家不再困苦 他们都说 他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干 我捂着嘴偷偷笑 哪里有人能干这么多的事 然后呢 然后啊 然后他就亲自下地了 跟人学着辨别优劣无骨 看着人家养残仿思 还让人家领着他去黄河边上 看人家怎么治水 他哪里像个皇帝嘛 哦 对了 他最近还跑到监狱里面去了呢 丫鬟们说着说着 就笑起来 你推我嗓的 像是在笑他 又像是在笑未来的成朝 我也跟着笑了 好像 他并不是我曾经想象中的那种狗男人 不久之后 他又来了 我宫里上上下下的丫鬟们都偷偷躲在暗处看他 不用说 我都知道 他们都在讨论 那个跟人学种田的一点也不像个皇帝 他仍旧是那般淡然 冷冷的 呆呆的 一得空就倒头睡觉 起初 我很失落 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他在里头睡觉 我就在外头把丫鬟们驱走 我跟他们说 你们要是吵到陛下休息 他就不给你们家乡减税免负了 于是 他们就压低咯咯的笑声跑开了 而后宫室内外就变得格外安静 落真可闻 他总是很淡然 对我也理尽有加 得空的时候 他也会听我唱歌 他不会笑我 不会说我这般爱好下贱轻薄 而是会夸我唱歌唱得真好听 那个时候 朝廷穷得很 他送不了什么东西 只能搬来很多很多的花 他和我就坐在花丛里 我唱歌给花听 也唱歌给他听 他在那里一边听 一边笑 休息好了 就让张三在花丛里直上按机 继续披折子 他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 我要是呕了气 不让他碰 他就可怜巴巴地窝在桌岸边上睡着 非得我亲口承认不生气了 他才笑咪咪地上床 还有啊 饿了 我能抢在他前面吃饭 困了 我还能歪在他旁边睡觉 要是偷吃什么东西被发现了 他还会笑着揪我的脸 笑我像个孩子 说得好像他就像个皇帝似的 谁家的皇帝这么没规没矩的 可就是这样的没规没矩让前朝后宫人人都怕他 但人人也都不怕他 长风五年 他给朝堂洗牌的那会 我天天提心吊胆地想尽各种理由去义士殿里看他 不为别的 他一忙起来就像个傻子 忘了吃饭 忘了睡觉 义士殿那种地方 一天到晚不是吵吵嚷嚷 就是灯火通明的 怎么能睡得着 我每次去的时候 就劝他歇会 歇会 是那么多哪能忙的晚 他一边硬撑着 一边作着我送给他的汤 偶尔我也会忘了他皇帝的身份 在他旁边碎碎念地唠叨 不吃不喝的 干脆饿死他得了 他也不恼 作作作地喝着汤 而后给我东拉西扯 一会说这个汤好喝 一会说不知道几百年前我送给他的糕点好吃 我便沉了脸问他 你还记得那糕点甜得咸的 长什么样什么羡慕 他东张西望地打岔 然后假装头晕眼花肚子疼 歪到我的身上去了 就这样干脆躺着吧 躺在我腿上好好睡会 可偏偏这个人心眼死多死多地躺了一会像是谁拿针戳了他屁股似的非得蹦搭起来不是趴着继续干他的折子就是说躺我身上我会累的他不舍得 我累什么 我就出条腿 哦 不 半条 要不这样吧 他出了个馊主意 你靠朕怀里 朕就是休息了 什么跟什么 我躺他身上 使他休息了 哎呀 他难得地耍赖 你说的不算 朕说了才算 然后 我就被他搂过去了 末了 他还要蹭两下 跟我说 抱我可舒服了 还干尽十足 结果 下一夕外头就有人推门进议事殿了 我歪在他怀里 他抱折我 就这么被人看过去了 大家都说 稀奇呀 成朝后宫竟然有宠妃了 成为宠妃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后宫里的风言风语 阴阳怪气 皇后 贵妃 德妃开始隔三差五地把我叫过去 各种耳提面命 指点江山 天天磨破耳朵的话就是身为妃子应当这样做 这样做 然后再这样做 千万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 然后这样做 然后就是些雨露均沾 开枝散叶 万事天字出头夫做主一类让人听不懂的话 我宫里的丫鬟们听了都不由哄笑起来 提起这些事时 整个宫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息 真不巧 该做的我一个没做 不该做的我全做了 他们总是那般模样 我都嫌累得慌 更何况他呢 过了不久 我开始出现食欲不振 浑身上下都不舒服的情况 我担心自己患了什么病症 怕传染给他 于是就叫了太医过来给我看看 结果不看不知道 我竟有了身孕 只不过还在孕期初期 看不出来罢了 我当时几乎快乐疯了 却仍旧假装镇定 带了点吃地去看他 然后装模作样地在他身后替他揉着肩膀 他才不过二十五岁 就有白头发了 别人家的二十五岁 正是风华正茂 自意洒脱的年纪 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整个人肉眼可见地颓了下去 我特意点了他一点 试图用他要当父亲这件事让他高兴下 结果这家伙却游自在那里碎碎念 是啊 像市井中镇这般年纪的男子 都已经生养好几个了 我特想问他 你真听清我在说什么了吗 我气不打一处来 不过好在 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像只呆头鹅一样看着我 问我说了什么 无奈之下 我只好把他的手放到了我的小腹上 告诉他 我们有孩子了 他愣了愣 而后差点一蹦三尺高 抱着我在意识殿里 疯了似的转圈圈 也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 他还特地拉起一边张三的手跟他说 你听见没 真要有孩子了 张三尴尬点头 臣听到了 然后他就把张三扔下了 跑到了另一个工人跟前 拉起人的手 跟人家说 真要有孩子了 最后跑了一整圈的意识殿 他又拉着我的手 高兴的声音都变了调 真要当爹了 那天不对 那段时间 他都是这样 如同吃了一般 见人就牵手 牵起来就说 真要当爹了 真要有儿子了 骄傲自得的模样 仿佛在说 看 真有儿子了 羡慕吧 你们没有吧 搞得前朝不少大臣们 只要一见他跑过来 就连忙后退一步 躬身提前替他说 臣知道 陛下要当爹了 陛下要有儿子了 我是没见过臣子们这样躲他的时候 户部大概也被他这样的模样给吓到了 这次给钱的时候特别爽快 提昭容时候的册封礼 是他执政以来最风光的一次 还有流水一样的药材补品 像不要钱似的躺到我宫里 看得我都心疼死了 他倒是特别自豪 自豪到就只会说一句话了 真要当爹了 我服娥 真不知道这是谁家养的一大傻子 养胎的日子挺麻烦的 这也要小心 那也要小心 还偏偏碰上个谨慎过头的爹 一息之间 他仿佛觉得我喝水会把自己枪死 走路会把自己崴到 吃个东西 他都恨不得给我切成细碎碎 替我吃下去 哎 为了孩儿他爹 我忍了 大傻子得有人惯着 他想要我做什么 我就老实点做什么吧 免得他又操心前朝 又操心后宫的 到了最后 把自己的心给操碎了 多难受啊 成朝没我可以 没他哪行啊 他来得更加频繁了 每天哪怕只有一小点时间 他也要挤出来陪陪我 他跟我说 这孩子得像我些 不能像他 他长得平平无奇的 没有好看 我觉得这个人对自己的脸 有很深的误解 而不自知 他还说 孩子出生了 就要交给我代 还不能我亲自代 要给孩子找乳娘 找阿摩 不能累着我 再长大些 就要交给他亲自代 他要手把手地教这个孩子 读书认字 处理正事 要是有机会 他还要把孩子带出宫去 带孩子和我一起 领略成朝的山山水水 然后告诉他 这天下都是你的 他说 他要给孩子一个吃穿不愁的太平江山 要是有钱一点 就更好 那样 孩子就不用像他现在一样 整日拆了东墙补西墙 想要军备 又想要粮 头疼死了 最好最好的 就是他能自己做主 不用受那些臣子们的嫌弃 那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他很认真的在规划着 还把这些事情都写进了他的本本里 他说 这都是他想要完成的事情 不完成这些事情 他会死不瞑目的 那段时光 他难得地放松了些 而我却有些头疼的事 不想告诉他 事情是这样的 自从我得宠之后 皇后 贵妃 德妃她们 隔三差五的就要找我去玩 然后在我耳畔唠叨 大意是 皇帝是大家的 不要一个人独享 后来怀了孩子 他们就不怎么说了 但是看我的眼神 却像想要吃了我一样 甚至还派心腹来跟我说 在安胎期间 切莫再独占羽露 应许天下均粘 责备后宫 皇后又开始训诫 什么后宫职责是开之散业 皇帝职责是恩责羽露的话 好像他这辈子唯一的事情就是只给他生个孩子似的 皇帝不去 他们就在背后偷偷说他 骂他既扎且坏 就只知道把女子锁在后宫中云云 他们没说腻 我耳朵倒是起茧姿了 又过了段时间 他不来我宫里了 这言论才勉强消停几分 但我的心却渐渐沉了下去 因为我了解他 如果他不来后宫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前朝一定又出了大事 于是我让人去打听 要求张三给我透一两分信 张三无奈之下就说了 张三告诉我说 眼下治河 蝗灾 战乱 这三个倾国的困难压到头上来了 眼下户部正提出要建长平仓 陛下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掏钱了 县下正在殿里跟大臣们商讨呢 听完之后我掉头就回了宫里 这些年父亲怕我在宫里过得苦 所以给我补贴了好些东西 但是我住得这般偏远 皇后那群人又不愿意搭理我 加上她又把后宫整顿得谁也不敢轻易私相授受 我即便有钱也难得花出去 故而攒下了不少 我让丫鬟想方设法把这些父亲贴补的东西都换成银钱 实在换不了的就帮我估估价格 看能折价成多少米粮 然后又连夜给父亲去了封书信 拜托他把我归中积攒下来的首饰什么的全当了 能有多少是多少 我都不要了 我要把他们都换成银钱、米粮 帮他为大臣的黎民百姓建长平仓 为了怕父亲担忧 我特地去信告诉了他原委 我对父亲说 建长平仓是立国立民的大事 若建成了 成朝最扎实的那块基石就这么夯下了 只是 现在的大臣实在是太穷了 很快 我就得到了父亲的回复 他和祖礼商议过了 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 全部换成了钱 连带者我的那一份一并给陛下送了过去 那时 我已经显怀 得到消息的那刻 我撑者腰从自己的宫里走到了他的意识殿 我头一遭 在他面前闹了小兴子 不管别人怎么拦折 我一定要进去 我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我要跟他说 你不用担心钱的事了 你是孩子他爹 你要为成朝办事 我这个当娘的也得出一份自己的力不适 然后 他就在那儿可尽抽鼻涕 他说 以后他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 糕点上那块最甜的 菜里面最入味的肉丝 汤饼上握得最嫩滑的鸡蛋 真是的 还有那么多大臣在这儿呢 这些话就不知道躺着的时候说吗 丢死个人了 我拽他 他就不听 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子似的 一点出息都没有 跟人家说了好几遍 这是徐昭荣 是朕的孩他娘也不嫌拗口 那天 我坐在他的旁边听着 看着底下的臣子们像开了闸门一样 把自家的钱粮都捐出来 给天下万民建长亭仓 我看得都想哭了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皇帝和大臣们 有他这样的班底在 他想复兴成朝的梦想还会远吗 钱就这么送出去了 长亭仓就这样开建了 他拿到消息的时候 常常捧着折子哭成个泪人 他天天跟我念叨 长亭仓建好了 就不怕了 大家都有饭吃 就能有力气干别的事情了 到时候 成朝就能强大起来了 别说朝廷上下 就连我娘俩都不用受人欺负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跟着他一起哭 他看我哭 就抽着鼻涕止住来劝我 说孕妻这样哭 很伤眼睛的 然后 我俩抱在一起 哭着哭着就笑了 笑了还冒出个鼻涕泡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两个人互相拔脸抹得跟花猴似的 日子眼看就要好起来 得飞派人送来了一碗汤 也怪我不茶 就那么喝下去了 顿时腹中如刀脚 大片大片的血红浸湿了我的衣裙 我声嘶力竭地哭喊 要求他们保住我和他的孩子 可没有人理会我 他也没遇到过这种事 是一样的六神无主 别人问起他的时候 我只能依稀听见他反反复复地重复这几个字 保昭蓉 保他娘 保孩子啊 我想要嘶喊 想要告诉他 但是我好像喊不出来 我就像个废人一样躺在那里 除了疼痛 就是哭泣 孩子到底还是没了 他是个五个月的男胎 要是生下来 一定能像他想象中一样可爱 那天之后 我的枕头就没有干过 我知道 德妃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 除了皇后受益 皇后身后的外妻受益 还能是谁呢 我恨他 恨德妃 恨皇后 更恨我自己 一想到他们还活在这个世上 我咬牙切齿地浑身站立 他们这样的人怎么不去死 我用停声能想到最恶毒的话诅咒着他们 日复一日 夜复一夜 他很快处置了德妃 可他动不了皇后 因为皇后的爹在户部 长平仓 得靠户部 我望着镜中的自己变得越来越消瘦 丑陋 猙獰 我不想以这样的样子去见他 他说过我漂亮 好看 我不能吓坏他呀 而且 自那日之后 我已经能够感受到生命正从我身体中极快地流逝着 我知道 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不能让他念着我 他要是念着我 就做不了事了 没了我可以 可没了他 长平仓就见不成了 没有长平仓 天下黎民百姓就得忍饥挨饿 就得受苦 受苦就会反抗 到时大成就完了 他的梦想也完了 我不能让这一切发生 于是我对我的丫鬟们说 我恨他 我再也不要见他了 让他这一辈子别再想着我 孩子没了 我和他最后的纽带就断了 一生一世再也不相见得好 然后 我躺在他曾经陪我躺过的床榻上 偷偷地嗅着枕头里他残余的味道 抱着他盖过的被子 怀恋着他最后的气息 眷恋他早已消逝的温暖 这是我生命终结前 对他最后的思恋 但这一切不能让他知道 我们的缘分从这张床榻上开始 能够在这里走向终结 也勉强算是圆满 这一次 是我对不住你 我更舍不得我们的孩子 这千军的重担 我不能帮你扛了 你好好活着 活得健健康康 长长久久的 愿你万岁 大成万年 于是 累 落了 这班牙 tendon 随得 屠方 unity 我们 继续